一个将近60岁的老头得了不知之症 在生命即将终结之前 将自己一生的积蓄买下了一套房 看着眼前那破旧不堪的老房 恶女都表现出嫌弃的神情 妻子莫不在乎的态度 也让老头感到格外的难受 她叫犬巫夫 是一个平凡无极 每天只会兢兢业业上班赚钱的普通上班族 即便她付出了全部 可却依旧过着被公司和家庭疏远的日子 就连自己病危的消息都难得告诉家人 她认为即便说了也不会有人在意 在地界上遇到流氓混混 她也幻想过自己当英雄的场面 但也想到了成英雄后的可悲结局 犬巫夫一辈子都在忍耐中度过 唯一的倾诉对象是一只在路边捡到的秋天犬 在得知自己只有最后三个月的时间后 她还是忍不住想要跟家人倾诉 可打了儿女妻子的电话却无人接听 准确来说是女儿不想借 下班回家后 仍旧是被家人冷言相待 情绪崩溃的犬巫夫带着秋天犬跑到了公园痛哭 等她回过时 顺来却发现身边站着一个少年 最后一架飞船凭空出现在两人面前 下一秒便发生了巨大的爆炸 少年和犬巫夫本该在这次爆炸中赏命 可外星人实在太负责任了 不仅救活的少年和犬巫夫 还对他们身体进行了改装 醒来后的犬巫夫只感觉全身轻松 腰不痛腿不疼 就连视力都变得清晰 唯一感觉不是的就是只有总是口渴 最让人不敢相信的是 她的绝症竟不治而愈 她立完回家开始检查身体 却发现此时的自己竟成了一个怪物 身体内部结构都是由机械打造 连现代科技都无法检测到端倪 但这并没有让犬巫夫高兴 她发现自己在伤心难过的时候 竟然连眼泪都流不出来 这反而让她感觉不到生存的意义 突然她听到一声求救 环顾四周却没有发现任何情况 犬巫夫这才知道 自己可以听到远处的声音 她寻着声音找到正被一群混混欺负的流浪汉 还走以前的犬巫夫会立刻掉头就走 但这次她却朝着混混走了过去 很暴力的对待 犬巫夫被他们打得失去意识 结果竟触发了身体的自动攻击系统 无数光束朝着混混们发射而出 但系统能够遵循犬巫夫的意识 而没有伤害到混混 而是在混混们落荒而逃时 侦查出他们所有人的身份 并判下欺负流浪汉的过程 最后连接网络强行转播 让他们受到制裁 清醒后的犬巫夫这才明白口渴的原因 水分是这具机械身体的燃料 又让汉感谢犬巫夫的救命痴恩 也是这一刻 犬巫夫才找到自己作为人的生存意义 眼泪不自觉地从眼眶滑落 他不是怪物 从今天天过后 他整个人变得格外的精神 心中暗暗许下承诺 从今往后 还要继续拯救更多的生命 男人同样和他一样被改造身体的少年 却不这么嫩威 他觉得只有杀人才能感觉自己还活着 他叫狮子神浩 之前他抬手对准天空的一只乌鸦 比出手枪的姿势 下一秒 乌鸦就从天空坠落 好友安堂觉得神浩这个魔术太厉害了 可很快他才知道这根本不是魔术 随着神浩对着路边的车辆随手摆动 他们竟不受控制地互相撞在了一起 安堂在学校一直受同学欺负 神浩展现这些能力 就是想告诉安堂大胆地来上学 有他在谁也欺负不了他 如果安堂愿意的话 他可以帮他把那些霸凌者统统杀死 这句话让安堂感到了恐惧 他想到以前的神浩 好像说过除了朋友和家人以外的人 怎样都行 不管是死是活 而卢安堂所想的一样 如今的神浩已经变得残忍无比 他在他的街上蒙住双眼 开始转圈圈游戏 转到哪家就进哪家做坏事 走进他人家中的神浩 对着女主人比的手枪姿势 下一秒就直接解决了他 而男主人和小儿子也难道神浩的魔爪 看到他人因自己而恐惧的模样 神浩终于感觉自己还活着 正好大女儿也在这时回家 神浩逼着他聊起了动漫 正如安堂回忆的一样 神浩对于除了朋友和家人以外的人 从来不会在乎他们的生死 这些人的死亡 还不如他喜欢的动漫角色死去 感到难过 眼看大女儿的命运最终 也是被神浩处死 但他的求救声却传到了犬巫夫的耳朵 沿着声音不断寻找大女儿的下落 而等他赶到的时候 少女已经被神浩解决了 就在犬巫夫提着屋子的人感到悲痛时 神浩近来还没走 他误以为犬巫夫只是一个普通老人 于是抬手就是一枪 但犬巫夫就像没事人一样重新站了起来 神浩这才意识到 眼前这个老头跟他一样 都不是普通人类 不想过多纠缠的他 立刻飞天撤退 看着腾空而气的神浩 犬巫夫想到新闻报道的未知连环杀人魔 估计就是这个少年 虽然同样拥有机械构造的身体 但犬巫夫对身体的开发远不如神浩 在与神浩碰面后 他才勉强学会了飞天的技能 这也让犬巫夫可以最快速度 赶到需要救援的现场 一群被大我困住的人群 就这样被犬巫夫全数救出 反观神浩 依旧我行我素 在安堂返校的第一天 那些欺负他的混混过来又来找茬 神浩出手保护着安堂 并让对方道歉 但神浩并不打算就这样放过他们 于是在下课带着安堂来到屋顶 随着抬手开枪 几个欺负安堂的混混就这样倒了下去 神浩之所以敢这样毫无顾忌的杀人 是因为警方根本无法在死的身上 找到子弹的痕迹 即便他们找到的证据 神浩也不怕他们 就算是军队在他们面前也不堪遗迹 时候神浩还带着安堂到银行取钱 只要用手指摸着屏幕 就能更改ATM的余额 一系列不能道的事情 让安堂对神浩再也无法联手 他向神浩提出绝交 跟一个杀人的人做朋友 他怎么想都觉得不是 一个只为杀人来证明自己活着 一个只想救人来证明自己活着 两个对立的思想终究会摩擦出火花 犬巫夫在遇到一只猫咪被车撞伤后 经意外解锁了全新的能力 只要双手放在受害者身上就能治愈 这更加坚定了全巫夫要救更多人的绝亲 但这个世界需要拯救的人实在太多太多了 一个叫锦上的少女 就因为长得太美而被恶霸盯上 在这之前 他只是一家饭店的普通员工 有着一位同样普通的上班族男友 即便同时认为以锦上的姿色 完全可以找到条件更好的男人 但锦上却做梦都想嫁给现在的男友 后来男友求婚让锦上如愿以偿 可真正的噩梦却才刚刚到来 恶霸在一次无意中看到 在上班的锦上又是边产生了邪念 在锦上下班的时候 派的小弟强行弄走了他 等他进行后 已经浑身赤裸 躺在了恶霸的床上 身体还被注射了兴奋剂 得亏恶霸实在太小瞧锦上的意志 他与恶霸以往遇到的女人都不同 锦上不断反抗 并发现了一把武士刀 在划伤恶霸后找到机会 从坊间逃出 男友在后来知晓了事情的全过程 可正打算报警时 恶霸却已经登门拜访 不管男友如何求情 甚至开口赔偿一千万元 都还是无济于事 在绝对实力面前 他的反抗显得是那么的渺小 就在恶霸插着男友脖子 打算弄死他时 全无夫就在这时赶来 即便他还无法 很好地发挥力量 但机械身体带来的防御和力量 也不是恶霸小弟的 繁身露胎等比 在恶霸受到致命的威胁时 毫不犹豫地朝着全无夫头部 开了竖枪 最终全无夫倒了下去 等他醒来后发现 锦上男友已经没有气了 而锦上也早就被恶霸带走 对于这个情况 全无夫伤心欲绝 自己还是没办法拯救他人 他盲目地给锦上男友 做出心肺复苏 可奇迹真的诞生 他竟然把死者救活 原来机械身体不仅可以治疗伤势 还可以重新让人恢复生机 可当锦上男友难过的是 他能就无法保护锦上 全无夫知道他的担心和顾虑 于是让他等自己的好消息 全无夫直升一人 来到恶霸的大本营 即便见识到全无夫的刀枪不入 可恶霸还是继续威胁全无夫 会杀了他全家 随后无夫小弟 开始对着全无夫急枪扫射 他被打得陷入昏迷 自动攻击系统又一次启动 他在昏迷之前的意志 是绝不原谅这些恶人 系统识别出他的情绪 于是没有留情 无夫光束从身体射出 所有在此的恶人全部被处决 他们从今天起 将变成废人一样狗活 当全无夫醒来 只觉得口好渴 水分是这具身体的难料 只要补充水分 就能让身体恢复如初 慌着地上不断抽搐的众人 而不是简单的死亡 后来全无夫找到井上 可却发现他已经被兴奋剂 搞到神智不清 就快坏掉了 在全无夫的治疗下 井上最终恢复了神智 投入了兰幼的怀抱 没有人会再威胁他们 属于他们的美好未来 即将起航 可同样拥有机械身体的神号 却还是在无差别的杀人 新闻不断报道着 连续杀人谋的消息 可也在报告着 绝症患者被一个神秘能救治的新闻 安团看见后 想到神号给自己展示过 让人伤口瞬间恢复的神奇能力 于是他笃定 还有人与神号一样拥有超能力 在他的寻找下 成功与犬无夫见面 见识过神号的能力后 他也确信 即便是军队到来 也不是对手 只有同样拥有超能力的犬无夫 才能阻止神号继续杀人 不过在这之前 他还是想确认一下 那个到医院给人治疗了人 真的是犬无夫吗 在得知犬无夫的救人意志后 安团被彻底感动 决定帮助犬无夫 来更快速地掌控这具机械身体 因为年龄的原因 很多先进功能犬无夫 都不懂使用 但现在有安团的帮助 他可以更快速地掌握飞行 和攻击能力 男儿就在犬无夫修行的时候 神号那边却出了大问题 他的父母已经离婚了 可神号却跟继母 还有弟弟妹妹都相处得很好 在生日时 父母和继母他们还会帮忙庆祝 但在开心的一天过去后 母亲却告诉神号 他得了绝症的消息 但这个坏消息 对于神号来说并不可怕 他轻松地治疗了母亲的绝症 可却想到照顾自己的母亲 一生都没有享受过 为了让母亲过上好日子 他用能力从银行那边黑了300万 打算带母亲搬到更豪华收拾的地方 虽然不知道神号钱从哪里来 但母亲一直都对神号很信任 一次与母亲看电视的时候 新闻一直在报道 连环杀人魔的消息 神号有意想要转台 可母亲却执意要听完报道 还表示这杀人魔真的是恶魔 这种人就该下地狱 母亲的话语每一句都来刺激了神号 他小心翼翼地询问母亲 如果这个杀人魔是自己 他会怎么做 母亲作恶了一下 随后表示会跟神号一起去死吧 从这间开始 神号决定不再随意杀人 可事与愿违 神号终究还是被警方上门抓捕 他不想在母亲面前杀人 于是摆脱了众人快速逃离 一瞬间 群网都在火处通报 石子神号的个人信息 17岁的连环杀人魔 这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情况 就在全世界的人都在指责神号时 有一个女孩失音 不仅收留了神号 还表示他相信神号绝不是杀人凶手 他最喜欢神号了 对此神号没有做出解释 回公恶恶地坐进了失音的家中 可外切对他的评价 不仅没有停止 反而开始把矛头转向了神号母亲 最终在舆论的压力下 神号的母亲自杀离世 对亲人最在意的神号悲痛欲绝 仰天长笑 他发现母亲的死亡 并没有让这场舆论停止 矛头开始转向了父亲 神号不想让父亲走上母亲的路 于是出面处决的来骚扰父亲的记者们 看着父亲那恐惧的模样 请求神号不要杀自己 他没有表情地离开了这里 此时神号越冷静就越可怕 固然他下一步动作震惊了所有人 直接他找到那些操控舆论的键盘侠 露起他们的电脑和手机中 隔着屏幕也都远程杀人 那些不知死活的键盘侠 还狂妄对着神号瞎囊囊 在处绝完这些键盘侠后 神号内心中的悲痛没有丝毫缓解 反而整个人先露了更深层的情绪漩涡中 是硬看出了神号的不是 杀人凶手 他将自己这段时间的恶行全部说了出来 还表示只有杀人 才能让他感受到自己还活着 自从获得这份机械躯体 他就再也不会流血 这让他感到了无限的恐惧 总感觉自己成了一个异类 石英能就不相信神号说的话 可在被神号带上天空后 他不得不相信神号说的一切 这个世界的所有人都是神号的敌人 他要继续杀戮 可这些恐怖的言语 却没有让石英感到害怕 他只觉得神号非常可怜 虽然神号的所作所为是不人道的 但他没有对神号恶言相向 他不想离开神号 也不想神号离开他 石英的温柔 温暖了神号那冰冷的心 从这天起 他放下了杀戮 另从石英的安排 开始对绝症患者进行救治 他不明白这样的行为有什么意义 可只要看到石英高兴 那就足够了 后来被治疗好的那些患者 在网上发声 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恩人 就是那十二不赦的杀人魔 但他们对神号的感恩 传递到了神号的心中 他也慢慢觉得 这样的行为很不错 可以对自己遗忘的罪行救赎 就在神号以为一切 都还有回头的余地 但警方对神号的抓捕 从未停止 他们很快便锁定了 神号的藏匿地点 这一次不再像上次那般 侵蚀神号 恐怖的火力瞬间压制 石英和奶奶也在这场战斗中 嗓命了 神号悲痛欲绝 奋斗着他杀死了 所有的反攻部队 能经过后 他做出了一个决定 先把石英和奶奶救活 与他们彻底失联 不想牵累他们 竟然这个世界已经不容他了 那么干脆就毁了他吧 第一天杀一百人 第二天杀一千人 这是狮子神号对日本的宣战 杨炎要杀光导国的1.2亿人 他的手指可以当枪使用 搁置屏幕就能杀人 他只剩一人来到日本警局学习 就算是特警增援也无济于事 明明妈妈的子弹 打在他身上没有伤害 但巨大的冲击力 他只让神号混了过去 结果身体的自动防卫系统被触发 在场所有特警全部被处决 等他进行后 更加恐怖的报复行为 接踵而至 明昂飞机被他用益垫控制 装上了东京大厦 就在所有人都感到绝望的时候 权无夫在经过安堂的特训后 已经可以轻松掌控身体 他操控最后的飞机 平稳地停在海岸上 然而他的女儿玛丽却在这时 打来了求救电话 他早就发现了父亲是一个超人 其中只是因为在街上看到 父亲和安堂同学走在一起 他奇怪两人为何会相识 后来目睹了父亲治疗绝症患者 以及可以飞天 心中瞬间对父亲产生敬畏 此时 心中无法脱困 心中想着只要是父亲的话 一定可以救自己出去 可权无夫却很无奈 身后找到了他 对于一直妨碍自己的权无夫 身后早就想做掉他 他嫉妒权无夫从救人中 找到了生存意义 而自己却只能在杀戮中 才能感到自己还是个人 凭什么权无夫是英雄 而他只能当个反派 既然如此 那么干脆就彻彻体地 当一个绝对的反派 两个躯体被外星人赶操过的人类 在空中发生了大战 而权无夫一心只想赶去救女儿 最终两年都因火力过猛 而昏了过去 从而同时启动了自动防徽系统 面对实力不压于自己的敌人 系统迸发出比以往还要强大的火力 不过好歹权无夫在关键时刻苏醒 他找到机会 弄到了神号身后 不仅断掉他两条手臂 还拆掉了半个脑袋 权无夫自在有时间 赶去打杀 营救女儿 可为是意外 大火燃烧的速度太快 以至于空气流逝迅速 玛丽最终窒息而忘 虽然遗忘有过救活死人的经历 但都是在冰死之际做到的 权无夫抱着最后一次希望 给玛丽做了心肺复苏 幸好真有奇迹发生 机械区体不仅修复了玛丽的伤口 还让他身体的所有器官重新动了起来 发现自己真能让死人复活 权无夫抓紧时间 开始在全国各地奔波 只为救活那些被神号处死 无辜百姓 能救一个是一个 他顿时明白 自己出生他这个世界 就是为了这一刻 即便早已不是人类 始终是温乐的 在忙活一个晚上后 权无夫回到家中 发现儿女妻子 头一脸震惊地看着他 原来新闻早已报道 权无夫治疗伤者的消息 迟到如今 权无夫也不想再继续隐瞒 他表示自己已经不是人类 是一个批着权无夫 外批和记忆的机器人 看着家人因为自己变身后的惊讶模样 权无夫满怀伤心地 准备离开这个家 没想到妻子却拉住了他 询问之前的密约旅行 去了哪里做了什么 而这些事 是可在权无夫脑海深处的美好回忆 他即便是死 也不会忘记 妻子抱着权无夫痛哭不已 表示他才不是冒牌货 是正宗的孩子他爸 从这天起 世界仿佛平静了下来 神号也没有死去 而是来到好友安堂家中看漫画 关心他在学校还有没有被人欺负 但如今的安堂 早已对神号抱着深深的抵意 他不怕死的对着神号说出 你就是一个杀人机器 你根本不是人 预想中的暴怒没有发生 神号只是不可置信地 看着好友流下的眼泪 等权无夫赶来时 神号已经逃走了 后来神号躲在暗处 看望自己最在意的石英 直到如今 他请每年去奢求石英的原谅 那个希望自己走上正道的女人 或许这辈子都不会想见到自己 可神号错了 石英从始至终都在担心着神号 新闻除了不断报道着 神号的恶行和批判之外 还有一个更加重磅的消息 一个巨大陨石即将与地球相撞 你如今地球的科技水平 根本无法改变他的轨道 长得很像阿特的总统 在新闻上 宣布着还有三天世界就要毁灭 他已经活得够久了 也当上了总统 人生已经没有遗憾 所以从现在开始 发地图在约束人类 进行在最后的三天内 释放发泄吧 顿时全人类不再关心神号的生死 全都放飞自我的 开始度过最后的三天 包括全国服一家人 也是如此 可是他的耳朵 一直听到全国各地的人类求救的声音 他再也坐不住了 虽然不知道自己的能力有多大 但起码要去试试 他的神言偷偷捂充了大量水分来做懒尿 瞒得家人打算去拯救世界 没想到玛丽早就猜到父亲会怎么做 不管家人如何挽留 全无夫趋一一绝 他承诺自己一定会平安回来 可他终究低估了陨石的大笑 即便他发射了所有燃料的火力 可最终只在陨石留下了一个小坑 他无法改变陨石的轨道 就在全无夫感到绝望的时候 没想到神号却说出 他有办法可以改变陨石的轨道 在变成机器的人那一天 有一道声音告诉他 拥有毁灭星球的能力 可这份力量只能使用一次 名为自爆 神号在利用大脑演算了一遍 只要他在正中心自爆 就能勉强改变陨石的轨道 他虽然想要杀光所有人 可还是希望他在乎的人可以活着 世音 安堂 父亲 等等 神号让全无夫按下启动自爆的按钮 届时他就可以回去陪伴家人了 在神号的请求下 全无夫没有更好的办法 只好选择同意 而在地球的世音似乎感受到了什么 对着天空不断喊着神号的名字 可他不管在何时何地都能回复他的神号 却始终没有出现 最大能感到无奈的是 神号的大脑之前被全无夫重创 他的演算是错误的 陨石没有改变轨道 全无夫看着面前的巨大陨石再次演算 还需要多少火力想能保护地球 最终系统给出的答案只有一个 自爆 这一刻他没有感到恐惧 而是有些试担 感慨这就是命运 他们并不是幸运地获得超能力 而是担担着保护地球的种人 没有联系家人和朋友 全无夫按下的自爆按钮 一切都回归了平静 这个世界再也没有超人 正如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产物 终将延效运散 本来自己就是将死之人 在临终前还能当一次英雄 也算执足了 故事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 女后玛丽莎受到父亲的鼓励下 努力朝着玛华家的方向前进 性格遗传的全无夫的儿子 也不再诺多地忍受校园巴丁 而出手还击 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前进 翻名全无夫 结局有些悲惨 但也令人欣慰 地球注定无法笼入他们两人 人们总是恐惧比自身强大的存在 所以全无夫的牺牲 也让这部作品得到了升华 不再拥有主角光环而不死 全面围绕诸多友情 心情以及爱情来讲述 最后只有真情 才能拯救世界 在该番中 让观众评价最多的有两点 全无夫的家人 在一开始不知情的情况下 对他冷眼相待 可在知道他是大英雄后 却得到家人的爱 这到底是不是一种讽刺 而神号为了好友安藤而杀人 虽然做法偏激 但却遭到了安藤的绝交 从此之中都没有安慰过神号半句 即便如此 神号却还是没有伤害他 就如他所说的 只要他在意的人 他无论如何都会保护下去 在结局中 全无夫保护地球的方法 只没有考虑自保这个选择 他终究只是一个普通人 幸运地 获得了超能力 他潜意识还是不愿意自我牺牲 但在见到神号那又有反顾的自保选择 只为保护他所在的那几年后 他才明白了一切 这也是在结尾全无夫与安藤对话时撒谎说 自己明天回去 表示神号已经保护了地球 全无夫把功劳全都给了神号 但安藤却没有任何情绪波动 这只认为他的死是应该的 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在感应到全无夫的自保后 安藤竟然感到了伤心 这是否也是一种讽刺呢 至于外星人的身份其实并不重要 看似客观的作品 实则却是在探讨最简单 但却难以理解的连性 这是一部看了 绝不后悔的神作 感谢观看